哈喽,各位同事,大家好,欢迎来到雅思真金词汇报案,我是本节课的带领主教佳心,今天我们要实施的是Chapter 17的第一部分法律法规,然后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进行的默契,对于上一节课的单词进行一边回顾,如果你是机考的同事呢,一定要用键盘把它打下来,如果你是纸笔考试同事呢,一定要拿一支笔,写在纸上,把它写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还原我们考上的真实环境,OK,那接下来话题不多说了,我们就准备开始默契啦,OK,Time for Dictation,first one,Invest,Invest,Invest,Export Import,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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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 Next one,Interest,Invest,Invest,Invest okay,Next one,Che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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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one,Treas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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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lis version,Weal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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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é half one,Worthy, Worthy,Worthy,Orthy,Next one, Lets sindשים,Prompt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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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lockchain, next one,subsidy,subsidy,subsidy next one,workaholic,workaholic,workaholic ok,let's repeat it again first one,invest,invest,invest next one,export,export,export next one,interest,interest,interest next one,check,check,check next one,treasure,treasure,treasure next one,wealth,wealth,wealth next one,awzy,awzy,awzy next one,promptly,promptly,promptly next one,subsidy,subsidy,subsidy last one,workaholic,workaholic ok,ok好,淡 document 挑捕的一件事给大家 然后我们就开始 找到这些单子 我们该怎么去使用 OK,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目前的单词的答案 首先第一个,Invest,Invest比较简单,它是投资投入的意思 记得跟它搭配的那个借词是Invest in就可以了,这个是比较重点的单词 它是Export,Export是出口,出口商品有的,那DX是往外,I am是往里面的Inport,所以要一起记住 然后下一个Interest,Interest是一个是最主要的含义,就是比Interested in,就是喜欢亲战爱好 然后呢,我之前是不是上一个讲过,Be interested in,有什么什么,Be really interested in,对不对 I am the person who is willing to docks,就是I am interested in docks,我对狗狗很有兴趣,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Interest要是两个含义,但是它作为利息的时候呢,是作为一个名词 所以Interest如果作为名词出现在文章中的话,大家也要知道它是利益利息的意思 Check和Check,这两单词是一样的,只是拼解不一样 上次给大家这些例子,QUE,比如说Chap,Need,Uneed,等等,不T,都是什么,就一节位的KID,E 然后或者你也可以去送品CHECK,它意思呢,就是支票,Payback check就是用支票支付 那说到支票还在想到什么,Cash,Payback cash是什么,不现金支付 下个Tresher,Tresher是宝藏的意思,比如说Global叫什么,National Tresher National Tresher是什么,就是国宝,对不对,那我们去形容一个最喜欢的动物,比如说Panda 你可以说你最喜欢的动物是Panda,因为它是Chinese Tresher 下个Wells,Wells,记不记得我上一刻给大家讲的时候 Wells跟哪个单词可以去做一个并列的这么一个亚维运的单词 是Health,对,Health and Wells,为了健康,为了财富,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OK,下个Worthy,Worthy是值得的意思,You deserve it,你值得拥有 那Worthy就是非常值得,就是多一个形容子的一个用法 下个Proxy,例头马上,它可以跟单词共同一个,给大家三个都是个反应 3,2,1,讲到了吗,immediately,我之前说过,雅思的有一篇阅读中 去考到过Proxy和immediately,都为Grofalse的提醒考出来 大家知道Proxy跟immediately,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然后下个Subsidy,Subsidy也好,今天补贴,说到这单词,你知道不奇怪,我想问你它用在哪里 第二三个都是个反应,它会用在哪里 它能用在政府类的话题中,无论是Proxy类的话题,还是在写作中用到这幅类的话题,我们都可以用到Subsidy 因为什么,因为政府有钱,政府收税,他有钱,他有钱,他想要提高经济,他想要让名声越来越好,他就可以去发放金钱 发放金钱给一些人,给一些重困要领,比如说Undervillaged,不如是存息 那比如说,它可以发展给一些小公司,SEM,让他们去促进一些投入研发,Invest in some technology company,一些科技公司 让这些科技公司去研发,比如说新的元,Renewable Energy,或者New Energy,这样的话就可以,比如说保护环境等等等等 哇,跟环境类,跟经济类都可以去扯开,所以这个Subsidy是一个非常好的意思,大家应该学会 最后呢,Workholic,Workholic是不是讲过Aholic,这个结尾啊,A可以用 Aholic或者是Holic,这个结尾啊,它是什么,它是一个狂的概念,比如说Workholic,工作狂 我不是说这个单词A可以没有,我是说Aholic或者是Holic,都可以作为一个狂的以后者,这个单词是一定要用A的 然后Workholic是什么,工作狂,比如说Alcoholic是什么,是酒精狂,就是醉鬼道 还有什么,再比如说是Chopaholic,Chopaholic是什么,Chop是什么,是购物,Chopaholic是什么,是购物狂 所以你都可以去形容,人在你作为口语,还是写作的时候都可以去用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单词的默写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单词学会拼写的同时,还要看到这个单词,就能反应过来 这个单词会联系到我们亚斯考试的哪个科目的那些考点,我可以怎么去使用它,因为只有当你这边学义之用的时候,学单词才不会那么哭到,才会,就是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因此这就是我们默写的要求,让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地可以做到这个要求,今天的默写就到这边了,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下今天Chopaholic是其法律法规第一部分的单词,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个音频试听 英语真经,让学习更高像 英语真经,让学习更高,今天很高兴,给大家见面了,没有轮到我出场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雅斯茨基金这本书的第一,Chopaholic法律法规,再讲解第三次之前,今天我想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请大家翻到24次也往前翻译,就看到这个图,插图整张的开篇,那么里面有句话叫法律是持续,法律是认为社会的有些规则和底线,我觉得法律很重要,所以说我想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呢,是我曾经在默老师讲单词这个小程序里面讲过一个小,以及专门讲到法律的问题,我希望大家先听一听,了解一下当今两大 就是发电法和判定法,它的相关的技术知识,我们有一个热身,然后我再来讲单词,发电话中料,请大家认真收听 英语真经,让学习更高兴,投讯好,这是龙博老师讲单词,通过前面几期,我们学习了在法律里面当中很多种单词,比如说,Court,想想的名字,judge,jury,prosecutor,defendant,bar,laculation,and各种lawyer 今天呢,我本来计划专讲的评审节目的相关的单词,迅速结束法律里面的词课学习,但你同学会进入其他的学科,好了,我改变了注意, I changed my mind 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说过英语是承载西方国话的,所以英语老师不只是教语言叫英语的,英语老师也应该是同学们西方文化的第一任入门和启蒙的导师 所以英语老师就会挺重的,所以今天这一期呢,英语词汇的支持很少,我只讲两个单词,更重要的,我想通过这两个词,为大家做西方法律知识的请问和介绍 那大家了解,当今世界两大法语体系,大陆法系,康杰伦斗罗斯森和英美法系,Anglomerate System,咱们各自的特别和区别 那么开始吧,第三次叫做Code, C-O-D-E,法典,代码,含义,请大家共度一次,Code 比如,The Code of Hemorabi,就是大家听过的吴巴比伦的汉莫纳比法典,所以这个表达一边Code的法典 另外呢,Morse Code,就是大家熟悉的摩斯代码,在这个表达里面Code的代码 大家知道,国际上通用的求救的摩斯代码就是S-O-S,Morse Code,也是一样私阅读考识的真实文章哦,Morse Code,Morse代码 好了,大家可以顺便进行另外一个单词,Code的前面加1N,叫ENCODE,叫DM,使它成为代码,ENCODE Code的前面加第一简队,叫DK,JMA,Code,同名叫FY,跟着动词,使成为法典,叫CODIFY,CODIFY,CODIFY 同学们说,中国和我们国家是属于大陆法系的,而大陆法系的核心就是CODE,这个单词叫法典 大陆法系中,大陆的其实原来是欧洲大陆,欧洲大陆的大陆法系源自罗马 5罗马最小的成为法典CODE,是刻在12块铜牌子上设计到12铜标法,12 copy code 很出名哦,银行的是,这12块铜标在历史上被高陆人有一次贡献罗马充被毁掉了,野蛮的高陆人哪一次呢? 大概记得,就是在第26期,我讲圣俄互乘这个故事,就是那一次 网友请同学们,请复习26期,留下方式的单词 好了,以罗马法典为源头,欧洲后来发展起了法国引法典,德国引法典,这两部法典都是大陆法系发展中的milestone,定单词我讲哦,比成倍 大陆法系的课典就是法典最大,科务的最大,法官只能远用法典科务中的成文的规定,法官只能适用法典,而不能创造法典 我们再说英北法系,它也叫判例法系 最终我们学另一单词,就叫case,这个单词,C-A-S-C,请他讲读,case 那么这个词呢,是判例判例,情况,我们最常用的表达有case by case,就是就事论事,是情况而定的意思,请他讲读,case by case,case by case,case by case 还有一个表达叫incase,incase of,就是万一如果意思,这些东西在印象中 那么英美法系呢,就选与英国了,所以以前在英国殖民国家的地区,现在采用的就是英美法系 比如说我们国家用大陆法系,但是香港地区是另外的,仍然是英美判的法 好了,在英美法系当中,法官即便远用承论的法律,也可以远用一个判例case来审判案件 而且呢,他们在一定的情况下,条件下还可以创造新的判例,所以英美法系中的法官呢,感觉很厉害,他们不仅适用法律,而且在英美法系还创造法律 好,相信大家呢,其实能够理解,他有网点大陆法系的好处,那有明文的规定啊,不会乱哦 但是case by case,判例法的好处是什么呢?for example,princes,就要讲一讲啊,举个例子 先说一下,下面这个case,这个例子,说让大家好理解,简单易懂,多自己编的,自己创造的,如有雷同,纯属不当 好,我们开始吧,我们说在两年前呢,比如说,A个人偷了一千块钱,被判蹲监一六个月,这两年呢,各地法官都遵循这个case的标准量性,最近呢,有一哥们,B哥呢,在大城市里也偷了一千块,但这次英美法系的法官怎么判呢,他说,我判他只蹲三个月,那么我明白了,同样是扣一千块 为什么以前A,蹲六个月,B,就只有三个月呢?法官说啦,你看,因为啊,最近两年,全部都无价人的收入被备奖,现在一千块的实际公开率,几乎我促之绝计算,就相当于过期两年前的五百块,而且呢,在农村和大城市,投手一千块对涉害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所以我怎么办?好了,他的判决公开之后呢,如果全社会都认可,于是这个判例,就成了有效的case,范例,各地法官,于是纷纷效仿量性,那么这个法官就创造了嫌例,创造了法律 相信大家,比如说这个case,看到判例吧,case note很优点了,优点多,我就不多分析了,大家自己做问题回去了,其实啊,在当今世界各国法制建设发展中呢,这两套法系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他们正在相互趋于长短,下市如何?所以啊,同学们出去留学,如果读法学,大有课为啊,而且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在美国、英国留学,你们研究的是英美判例法系,回国之后不适应大乌法系,不用担心,任何才是趋势,好,那最后说一点,至于咱们中国的法律的起源呢,其实很有意思,和儒家文化纠结很深啊,我们� 就仁义之性,那个礼很重要,最终我们古代老说,礼法礼法,和礼于纠结在一起,那本期呢,我们也不多讲了,以后看到相关单词我们再展开,有兴趣的同学,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探讨哦,雷工老师讲单词,这一期单词不多,只有两个,一个叫做code,一个叫做case,但它分别代表了当今的那样大法系,不可轻视忘记,请认真复习,雷工老师讲单词,我们下期见。 好了,朋友们听完了这一集,相信大家对法律这个领域呢,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不太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过一遍这些重要单词,第一个单词,大家很熟,Lawyer,律师,在记一遍,划开来,Lawyer,律师的意思,捧着,那么第二个单词非常重要啊,叫legal,朋友们还会写le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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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呢,叫做偏旁不守,在英语单词当中,它叫做法律的意思,就是legal,叫做法律的,合法的,那么在记当中这个单词,发下来elegal,不合法的,这个太重要啊,如果出国别人告诉你,的话,两次听片当中找到 it's illegal,那必然出体,告诉你这是违法的,你听不懂呢,还不聊,对不对,那肯定你前生回国,那elegal,这个单词非常重要啊,legal,elegal,顺便往后翻译,请大家看到216页的第三词,做个标记啊,叫做legislate,立法作动词,是不是,leg,leg,开始的,记当中叫legislation,立法法对,立法,legislation,立法器官,立法的感觉,那么legal这个词重大考点,出现必考,因为法律相关太重要了,太可惜了,接下来过渡几次,看得了很明暗,那第三个单词,我们看不到216页,第三个单词,这个简单入,规� 统治的意思,我们写个单词吧,我们从小学就学过,叫ruler,后面加个r就行了,ruler,什么意思,大概从小学过叫尺子,那么现在还给你个单词吧,叫做统治者,统治者,统治者就手里我有尺子,制定规则,对不对,好,记住了,下面一单词regulation,regulate,是动词管理调整的意思,regulation,那管理其他一单词叫management,我们听下来management,好,那么再往下看呢,下面一组item,没什么好说的,一个条目,还有旁边写下一件物品,商品,也叫做item,这件商品,item,好,接下来一单词叫tret,那这单词 请你吃饭点后面讲用这个表达,比如说I'd like to treat you to dinner tomorrow,我想明天请你吃个晚饭哦,treat you to dinner tomorrow,ok,treat you,那意思就是请你,请你吃饭,招待你,款待你的意思,好了,说treating,对待你,这种名字是条约协议了,好,下面还有同一词就agreement,就是协定我们达成的同意意见,agre,agreement,好了,这个单词要小心哦,在旁边写一单词,经常成为考点的意思,就是agreable,agre,a-g-r-e-e,后面写able,连在一起,agreable,这单词经常考,它的意思大家猜得到就是一致的,然后延伸 很紧密的愉快的,惬意的,很舒服啊,就是气候,agreable,它这个人其实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很紧张,我们很愉快,agreable,请注意这个单词,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单词叫charter,没什么好说的,那么一,二,去叫chart,这个单词叫图表,大家经常在两次写的当中说到,我们说助舱图bar chart,对不对,并读pi chart,那是Penderson for the bar chart,ok,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chart,那我们看这个图表,chart图表,那么charter叫限章,动词叫包飞机,包船,助船的意思,好,下,这个单词叫做protocol,那么注意,把它叫协议的意思,很常 很常见的就是计算机里面的王王系,tcpip,就是protocol的意思,那么在这个解释里面有单词,请找到这个单词叫做prototype,就是圆形,第一个形状,原始的形状,prototype,这个词其实是经常见的,我们说某个机器系的圆形,某种机械装饰的原理,圆形,模型,prototype,好,往下下面一单词,norm,没问题,我们的搭配叫做social norm,记忆里面,它的符号字就是normal,norm叫标准,准则规范,那么符合标准的就是正常的,normal,如果不符合标准的就是不符合规范的normal,好,不正常,往下 benchmark,很简单,bench,动字mark,上面的记号,符合,符合,记号,三八性,基准,没问题,再读这篇单词,我读criteria,criteria,这单词叫标准,走向听到,老外,试语一单词,criteria,旁边的新单词,第一个单词,bacteria,区别下,bac,bac,teria,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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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ia,前面叫bacteria,还有一个是teria,前面叫ca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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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 但是如果我们听到说ca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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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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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咀 不要问这个问题,最后标准,没有问题,你们当然很知道,standardized,我们想看下个单词很重要, sides volunt Aufgabe,允许准许凃这名次permission,很重要,permission。 我们说出国留学要把工晓,学要当地政府work,permission,旧可证 precio,第二单词很重要,permit了,领事小unga,allow sammedite När gesam controvers ing,跟你�� Wit ksiuko,这便记者是特别关键,这次必须贵费得特别 那么接下来第3单词叫做admission 那叫做成员允许助产费允许进入 注意admission它的permeet的区别就是 admission其实是一种举许进入参与的意思 permeet是任何虚口 比如说我说助产费admission fee 对不对 这一组单词 接下来这个单词perform perform很重要很重要 perform叫旅行执行performance 就是你的表现 既当中单词performance 我们说你的academic performance 你的学术表现其实就是你在学校里的成绩了 performance表现 那请同学们在旁边这些两个动词 是perform的同一词了 都指实施执行的意思 第一个叫execute 现在大家很熟 execute execute 执行的意思 比如说CEO公司的报告主材CEO E就代表的executive G executive officer 第二个动词叫implement implement implement 实施的意思 你要注意这个单词 经常考同学们这个implement 因为看上对象名词 其实经常做动词 叫实施执行的意思 实施一个项目 实施一个计划 implement is project 那么下面一个单词 inforce 简单 强制执行 评论上面写一个reinforcement 在inforce上面叫re 重新 然后force后面加mpt 变成一个名字 rein inforcement的字母e.i 全成名字是rein forc reinforcement 重新加强执行的东西叫做什么呢 猜猜 原均reinforcement 到底下 下面一单词 叫default 这个单词你们挺常见 在设计在电脑上 记本机里面前看到默认的账户 默认值 或者密码的秘密 这个单词 default 顺便说一点 我教導師們,實在不會英語,走的時候給考官拋個沒眼,威嚇一下,對不對? 說到非語言,你拿了3.5,但是碰到男,那怎麼辦? 碰到你們別分男,西方時候你還分男女的關,當然是個性別,你走的時候拋個沒眼,對不對? 那怎麼會考出三分一下屏幕人質ID的? 那面部表情多麼僵硬啊,面攤啊,你們? 雅思考語考試一定要有表情,請看這種feature expression,絕對有的,想提升你的教育,真的,不錯? 你知道嗎? 說到哪裏,下一端子,reject,叫做拒絕接受,並棄,非常好,並棄這個話一下,reject,為什麼? 我們在下面的場面,你們知道了,下一端子,refuse,叫做refuse,拒絕,對不對?拒絕這個單子的詞語,提為上面,它是正式場,這個就是拒絕,普通的拒絕,正式場口的拒絕叫reject,在法律上,或者是國家的一些外交詞令上,reject很堅定的,而且叫並棄的感覺,你提供到語氣的強度了嗎? 再寫的單字,它的語氣更輕,叫decline,d-e-l,d-e-c-l-i-d-e,decline,在法律上下降,其實在生活中經常會說,謝絕,謝絕你的邀請,就是完言謝絕的意思,decline,而且這三個字的語氣強度,decline,refuse,reject,讀起來就很硬,reject,OK? 提供它,這個恰當使用,就說出國之後,primorinfo,你非常漂亮的一個女同學,美國女同學,邀請出席看電影,你用哪個單字,你用哪個單字,用哪個單字,用delight,那還能拒絕嗎? 好,太好了,下一個,constraint,那麼這單字的東西們請出,我們先到這邊,可以大家把前面的單字都列入一邊,我們繼續講後面的單字,我們把ppt登到第二頁 首先第一個,law,law的意思是什麼,是法律法律,這個非常重要,一定要知道的,以及這個單字,lawyer也是一定要知道的,除了lawyer,大家能想到什麼考點嗎?其實之前我幾節課裡面已經有法復強調過這個lawyer的考點了,首先它作為一個考點詞,一定要會拼寫,l-a-w-1-r,一個字,你不能少,然後其次第二個,它的一個特殊性,它是一種occupation,也就是一種職業,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會在聽力的section1的過程考到,尤其是section1,section1的時候,它可能如果是一個survey,或者是一個調查,interview的話,那我們可能就會問到對方,你是什麼職業,那就可能會考到一系列職業的詞語,好,除了這個lawyer之外,還有什麼,大家能想得到嗎? doctor,一個,還有什麼,teacher,一個,nurse,一個,dentist,一個,clerk,一個,還有什麼,再想一想,大家能不能想到一些,fineman,witcher,witcher,witcher,大家能想到什麼? 還有我之前講過的,be honest,對不對?這些詞大家一定要知道,這些都是什麼必考的一些,跟這個叫什麼occupation有關的一些詞,這些可能都會考在我們的聽力的説法和説法當中,所以大家一定要會拼,其次呢這個單字給大家補充了幾個字,一個是copyright law,叫著作權法,然後environment law叫環境法,legal law叫勞動法,下一個legal,legal的意思是合法,法律的,然後它的反義詞是illegal,這個單字要知道,比如說我們在寫作的時候說這個行為是illegal的,是不好的,it is illegal to do something,對不對? 然後它還有動詞行為,動詞行為是legislate,接下來給大家補充了一些詞,一個叫legal protection,法律保護,合法保護,legal service,法律服務,legal responsibility,法律責任,legal add,叫什麼,法律援助,像這邊也是,法律進行,法律援助,合法治患藥品,legal holiday,美國法律監獄,然後legal pad,non pad,並且,ok,下一個,ru,ru的話,ru的意思是統治這個意思,那這個ru你要知道它的一個動詞行為是統治,你去想像以前,夫子如果想要去管理一個小孩,那這個小孩犯錯了,是不是要用ruler去抽他的手啊? 這就是一個管理統治,什麼的概念,所以ru才有個同學的含義,這個含義一定要很重要的要去知道,因為作為動詞,ru的話就是一個比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個含義 下一個regulation,regulation的意思是規則規定管理,它的動詞含義是regulate,是管理的意思,像regulate once behavior,管理某人的行為,這個次都要知道,比如說政府應該管理人的行為,大人應該管理小孩的行為,上司應該管理下屬的行為,老師應該管理孩子的行為,這些等等都是可以用到regulate的,所以只要是上下級有這個管理的,概念的這麼一個關係,我們就可以用到regulate 下一個,item是一項項目或者條目,一個東西,一件物品或者是商品,然後它也可以是什麼,新聞,或者是,而且還有itemize,這個意思呢,我覺得是非常好理念的含義,就是說我之前有遇到過一個朋友,他是一個學校的一個ra,然後他有這個權利去用這個公款,去給朋友買東西,去給他的flat裡面的小朋友買東西,然後一定是要有receipt,這樣才能夠報銷,receipt就是發票,然後那個receipt裡面一定要itemize,什麼叫itemize,就是說你要寫清楚,這個黃瓜花了多少錢,這個柿子花了多少錢,這個蛋糕花了多少錢,而不是說只是一個總價,所以就要逐個擠在itemize,所以說把一件一件物品把它具象化,在regulate,regulate的意思 是條約和協議,agreement,以及後面的charter,protocol,一起去進,他們就是一種協議啊,協書啊,欠章啊,等等的,這種法律上面的這麼一個協議的這麼一個概念,但是這個treat要跟大家講的是,它有個trade summary,黃黛摩仁克摩仁之類的,這是一個問題,以及這個peace tree和平條例要知道,然後agreement這邊的話,給大家補充了一些關於合約的這麼一個,比如說agreement是普通用詞對吧,contract是一個什麼樣的協議,是側重值雙方或者多方訂立的具有法律效益的正式的書面合同或契約,然後treat是什麼,也是正式的,不過是國家之間的,按照國際法制定的, 然後convention也是把一個傳統,然後baric是什麼,是購銷合同,商業中的購銷合同,understanding,它是不具約束力的一個非正式的協議,accord,是國際間的非正式的協議,所以其實按照說道理,你在雅思考試中這些單子,你都可以去做一個同替,但是呢,如果你以後想要在英語上面更加的就是,更加學得比較精的話,希望大家能夠把這些細微的七差別給它去分開來,下一個charter,charter是限章的意思,直到下,draft和charter,起效限章,這個draft很重要,就是七套的文化含義,protocol,protocol的意思呢,是協議書,協議理,這個要知道就可以了,問題不是非常大,然後這個 這個chart的話呢,圖表中文中可能會用到,比如說pi什麼樣chart,bar或者pychart,下一個normal,nomes是標準,規範的意思,social norms是社會準則,然後這個denorm是常態,正常行為,nomal是正常化,normally是什麼,正常的,normal是正常的,然後不正常的是abnormal,不要打算,這個是正常的normal,不正常的是abnormal,abnormal是不正常,ab是一個boot的,然後下一個benchmark,benchmark呢是基準水準線,這個要知道,然後這邊呢,基準水準線其實就是一個,你至少要達到的一個標準,那這邊就是一系列的統計,表示標準的含義,比如說standard,比如說quartery, 比如說measure,比如說touchstone,reference point,point of reference,reference,他們都可以去做為標準,這個benchmark的統計,像這邊啊,怎麼去記者benchmark,可以看一下這個連想,bench是常的,mark是標記,在常代上畫的標記,就像三發線一樣,是一個基準線,對於至少要達到的標準,對吧,下一個criteria,criteria是單數形式,criterian是附屬形式,知道就可以了,have our own criteria,for什麼,像bacteria,capiteria,這兩詞都是要把它記住的,你取同工把它記住一起記住就可以,像這邊standard,標準,剛才我們講過了一系列的統計,這邊是不是又給你拿一遍,standard, criteria,他們都是統計,跟剛剛那些單詞,我們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們總結在一個表格裡面,一定要記得自己去同學同體,這個步驟是非常重要的,當然自己同學同體的那個過程其實是加深印象的過程,sack,permit,permit的意思是什麼,是允許,准許,但是一個動詞,permission是什麼,允許,適合者,要知道,permi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對呀,sack,allow,allow是允許,准許,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這個詞要知道,允許,做某事,sack,admission,admission是承認入場非准許,就要知道,Charge for admission,or admission fee,admission charge,這兩個意思都是表示入場非理意思,perform它的動詞含義是履形執行的含義,它的名字是performance,履形,也是要知道 以及execute和improvement一起去記,這兩個單字都是b考單字,這邊呢,給大家分析一下不同的做實施之間的差距,還是老樣子,如果你是對於這次樣思考是比較激盪,大家草草略過就可以了,主要是要知道這些單字可以去做一個同地,但是意思相互就可以去做一個同地了,但是如果你是以後想要言語更上一層樓袋,最後一定要花點時間去看一下這些細微的差別,這裡呢,比如說這個do,它是完成了具體的模型工作,一定是具體的,或者是具體的動作,然後這個perform呢,它是困難比較大,比較複雜的任務,同時呢,它有非常正式的用詞,這個contact呢,它和perform又是比較相近的 然後呢,意思和用法也比較相近,execute,比如說實施執行,以及大家有沒有玩過這個遊戲,顯得mobile遊戲,如果死的話,被他打算,execute it,就是這個實施旅行的概念,然後下個forfear實施旅行,你只要知道一下,最後一個implement,實施,貫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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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 就是本書就是貫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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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徹貫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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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徹貫徹,貫徹貫徹,貫徹貫徹我們前半部分講的內容,接下來我們繼續往後講,再把它翻到下一,後繼續開始聽音频 Refuse, say no, turn something down, reject, decline, deny, won't let disallow 这些单词还是跟前面一样,大家去找一些共同点和一些些微的差距 大家只要知道一下固定搭配,其实就可以了 具体这么搭,稍微看一下 如果以后想要更进的话,大家一起去看,跟前面是一个道理 OK,我们继续往后提后的音频 请大家把T取掉,成为动词,拒绝吧 你们用的是Fantastic,太好 下一个,constrained 那么这单词,同学们,请注意要把T取掉,成为动词constrained的约束限制 其实比较好记得,因为Stream,Stream,这单词的声音是拉紧的意思 共同的拉紧,就是约束,控制限制 下边Limit,限制你L-I-M-I-T-Limit ID现在同一词,旁边已经能看到,比如说restream,R-E-S-T-R-A-I-N,restream 再一次拉紧也是,约束限制,地字意思 还有一个reframe,R-E-F-R-A-I-N,同音词,记住这一块,constrained,reframe,restream,都是给你的L-I-T-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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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 Compulsory 冰写是C-O-M-P-U-L-S-O-R-Y,compulsory,那么这单词词艺也较强势的,但是还有一个词叫必修的,必修科,compulsory subject,比如英语,English is compulsory subject,in many countries,学的国家英语是必修科哟,然后他们说义务教育,必须的义务教育,叫compulsory education,就有年义务教育,那这两单词,到底是C,mandatory,compulsory,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单词叫做potent,有效的有力的,那咱英词implotent,无能为力的,旁边写单词,important,对不对,I-M-P-O important,来注意它的区别,重要的,同一词,大家知道,谢谢,鞋队很重要,你们要把这词,叫做keykeykeyperson,重要,important person,keyperson,keykeykey,同时important,重要的,形容词,同一词还有vit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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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tal就是有关的,那么就是证,还有单词,essential,E-S-S-E-N-T-I-A-L,E-S-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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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crucial,C-R-U-T-I-A-L,crucial,也叫做植物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才 mans 这种是十字路口craft 对,因为当时十字路口的决定就是省会复时俗作的决定,就是 �еле副决定,是crucial decision,而在 ghost彩之口,区别一下,这个书上是单词potent, Can you 啊,要有效的详 我记得两次听识一把里面说到,一个听识里面讲到,留学生去打工,在厨房,比如说,caching hand,caching assistance, 的treating,老板你培训的时候就说,你们两个点点比较小,绝对不要去碰那个绞肉机哦,那个搅拌机是能碰的,那怎么说的呢? for two of you, the meat mixer is out of bounds, meat mixer,那的因应就是那个绞肉机 is out of bounds,就是紧直入内部能碰,注意就给他 out of bounds,考过很多词题当中,为什么会考? 我会告诉你,这个是 out of bounds,比如说,你在国外出国的时候看到一个牌子,一片田野,外面一片栏杆,有牌子,我不认识进去踩踩,走一走,那财东体得也算谁呢,对不对? 现在小心啊,可能是migatory reserve,军事保留帝哦,有时候危险哦,警告,标志一定要认识的 out of bounds,其实打奥尔夫球的时候,应该是ob,也是这个, out of bounds 初偏界的,ob,但奥尔夫球又是四个术语嘛,单词稍微要介绍啊,比如说,地域标准的,一杆叫birdie,小鸟球,foodie,foodie,foodie,大家知道啊,吃过,听起来很可爱嘛,birdie,就是bird,就单词叫Ie,birdie,小鸟球哦,地域标准的两杆呢,就是叫eagle,老鹰球哦,由于地域三杆的,基本上没有啊,因为四杆动,地 你三杆记得,holding one,意干净动啊,holding one,初学者基本上你打奥尔夫球,out of bounds,打法意干啊,好,下面一杆子,obligation,义务,责任,responsive,等等,没什么好说的,接下来,cord法院庭院,宫廷,还有求偶的意思啊,心脚精华这杆子播一次起来,哎,这两次专门考到那个求偶,我可能用过来过啊,叫cordship,后面讲shid,cordship,这杆子叫求偶,哇,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个,这个,这个,呃,原文中说到金鱼吧,对不对,和求的方式是touch,原文就是cordship,其一杆中说 啊,就是,金鱼求偶,只通过眼神,确认眼神,没误存情,哇,我都服务了你们,词会不是,你懵啊,你用带着常识去懵啊,对不对,啊,那我觉得通过幻觉啊,好不错啊,但是这个法院和求偶,我怎么连在一起记呢,这很简单啊,因为cordship安词,除了指,最早的词义,其实是,你看最早是指的这个庭院嘛,宫廷,后来就指了广球场,然后后来再衍生出词义叫求偶,为什么连求偶的意思,因为在宫廷里面,所有人的动作是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得到国王的喜爱,对不对,啊,就是去 所以,献殷勤嘛,给国王说的人总的事,说的话,都是其实得到国王的认同,像国王献殷勤,所以慢慢就变成出求爱的这个意思,求偶的这个意思,啊,那理解一下,啊,下面,啊,supreme,那么最高的最大的,这个大家经常看到,很好记啊,前面是supreme的感觉啊,supreme,啊,supreme core最高法院,你看这个话来搭配啊,加上最高法院就是一番字,inact,没什么好说的,act,行为行动,inact,持之成为行动,通过法律去执行,啊,接下来我们开始这个,呃,测试哦,来,听好啊,你们,第一个字,legal,legal,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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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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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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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teria, criteria,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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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it, meet, 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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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sion, admision, admision admit perform default reject constrained official bong obligation application supreme supreme enact enact ok 好 这两页完成了 ok 好 今天我们的单词到这边就没了 然后我们继续把它再过一遍 就是音频目前我只是结束了 我们就再给大家过一遍剩下的单词 依旧还是会有红帝缓出比较重要的单词 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所以请大家把TBT看到第十二页 对 第十三页 我们从这constrained开始 大家看到了吗 翻到了我们就开始了 constrained 意思是约束 限制 它其实跟strain很像 和reframe很像 这些词其实都长得差不多 还有constrained它都是限制约束 以及这个limit 所以它们其实是一种什么 其实是一种同体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同体点补充边上 就是多写几遍 让大家知道这些单词都是一个考点 一旦是出现的同体 一定是一样似的重要考点 我相信我已经跟大家强调过很多遍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自己 中间每一组同体 可以拿个表格 那个表格可以有这么几个column 比如说给大家示范一下 出现在哪个 这个是序号 比如说123123 这是第二column是序号 第二column是出自哪里 resource resource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出现在哪里 这是出现在词汇班的这些词汇班 这是出现在建桥雅思 比如说建桥9里面的 Test1里面的 C9太1 比如说新闻里面 BBC里面 BBC这种所谓 然后接下来呢 这里写什么 等于 就是你在题目中看到的一个单词是什么 比如在题目中看到的是 单词是limit 然后它的同体是什么 它的同体是constrained 然后呢你又发现它的同体 还可以是restrain reframe 等等等等 就可以去做写 写完了之后呢 在边上最好再写一个大概写个含义 它是限制 是向下的 不大好的一个词就可以了 所以按理说 一二三四五五个column 第一个写句好 第二个选来源 第三个写听目中看到的那个词 第四个是写 那些可以跟它说为统计的那些词 最后写个他们的含义 它们就是像好的还是像坏的 还是说它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词 比如说中国的官方语言 中国的官方语言 中国的官方语言 中国语言是中文 英国的官方语言是英文 这个是需要知道的 manager manager是法定的强制性的含义 要知道就可以了 以及这边有些词的弹象 比如说compositor 比如说九年英文教育 就是compositor education 英文教育 compositor subject就是笔修课 比如说如果你的major是finance 你的笔修课就是finance 你的major是mathematic 但你的笔修课就是mathematic 这可以在我们的听力的 口语的部分里面 讲到major 讲到work的时候 你喜欢书学吗 虽然我不喜欢 但它是个必修课 你喜欢书学吗 虽然我不喜欢 但它是个必修课 你喜欢书学吗 虽然我不喜欢 但它是个必修课 我必须学 下一个potent potent potent是有小强力的 这个知道才可以了 important是重要的 important是什么 努力 important这边有一组同题 比如说这个 我之前讲的5月 第2月 第3月 这里写的是important 然后这里写的是剩下的那些东西 都是些key vital,essential, crucial, effective, powerful, forceful 然后这里写很多是相好的 是重要的 下个bund bund是什么 一定会很可能会有义务 bund就是什么 注定会做模式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打一下 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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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注定会做模式 注定会怎么样 bund一定会实现 bund一定会 bund一定会 bund win 所以它是什么 很可能会一定会 注定会 upbound是什么 上界最大是最上面的内部 out of bound 你要在外面不能进去 内部去 然后obligation是义务和责任的意思 responsibility 它们就会作为同题 也就是可以用这个表格去中间 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去用这个表格去中间的单词 三个 cort cort的意思是法院庭院的意思 tix them to call 提出某人 把某人高上法庭 然后还有个单词 然后supreme supreme的意思是最高的最大的 跟super很像吗 sup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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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remely in a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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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之前也讲过这个单词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单词 今天的单词内容 其实说实话比较小 也不是很难 希望大家回去之后 可以在周佳夫妻 把那些同体都给他 记得下来 今天打了几个动作点 就是一个是同体 对不对 那把这个同体的表格 希望大家之后都把它灌制过实下来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看到它更大的明感 就没有问题了 OK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再见啦